七十六號 蓮子 楊董事總經理 還有KK的我們的師事總經理 以及KK棒的黃總裁 包括兩位我也是KK的愛幼子 還有我們今天在場 我們順便董事長 以及許多我們影視文化線 各位先興各位好夥伴 以及我們七十六號也是 各位策略的合作夥伴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非常高興興奮 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我們高興看到我們影視音間導演 從製作投資 行銷 平台 通貨系統 還有礦國所有的策略夥伴 都聚在一起 然後一起要來推出我們未來的影視的計畫 好 那就像我們七十六號原子的音域 這個當然我們應該要來總經理講 但是這個原子序六 這個額是不是 這個額金屬 它是密度最高的 所以它很瞬間把它們要吸在一起 聚合在一起 就像各路人才集合在一起 然後總經理有提出一個計畫 就是三年要三十五 原創電影跟我們的影集 我想是能夠強有力的帶動我們影視產業的能量 所以在這邊今天要表達我們最大的感謝 感謝大家投入台灣內容產業的發展 那我今天也非常高興是 我們也參與部分在裡面 因為文化部有幸 我們透過文化內容投資計畫 然後參與在這裡 那也是過去我們第一小一次的 在進行推動的計畫 那這個計畫 我們真的要感謝 國發會有幫助 光臨一百億的 我們的文化內容投資計畫 那我們透過過去文創投資的模式 過去是政府委託創投者尋找案子 但是文化內容的計畫 廣發一種片 我們從創投金控 然後製作平台通路 甚至跨模 都可以提出合作計畫 所以這個計畫 跟過去有別於我們的投資的模式 那我們希望這個計畫 最重要的動作第一 透過這樣的模式 希望要催生產業生態系 所以文化內容投資計畫 是繼政府輔導金計畫 會有個別作品的支持之外 它就是希望壯大生態系 跟我們七十六號原子的想法 和目標是一致的 那我們很高興 七十六號原子是我們第一案 合作的案例 那有文策略過程就在那裡頭了 所以文策略成立之後 第一棒來出擊 那印證我們一個期待 我們希望一百億的文化內容投資 政府開始點火 最重要是燃起民間的熱情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個火把已經點來了 那我們很期待一棒接一棒 可以讓台灣美容成立 燒得更熱更旺 那我偷偷預告一下 還有下一棒 這個不是今天這個主題無關 那什麼預告一下 下一棒這個品成立手出擊 這個偷偷預告一下 所以我相信可以一棒接一棒 來點開這個我們成立的洞門 那這就是我們三年來推動 講述出銅子雙貴 那銅子最終要推升 產業生態系 那我稍微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三年其實產業的溫度已經 這個起來了 像我最近再看數字 我們電影產業從2016開始成長 2017成長25% 2018成長11% 那我們的出口值 2017電影出口值成長 百分之25% 那像去年的有一部作品大賣 所以我們預計去年的產值掉上出來 會再成長 那我們的電影產值 大概已經新成長6.7% 那電視的產值成長4% 所以其實溫度已經開始上升了 那我相信生態系壯大之後 這個這個 我們的產業會有新的 慢入了新的理想費 但是我必須要說 產值背後最終是文化力的展現 所以創作官的支持最重要 價值帶動產值 所以這一切就是為了讓創意人才 在台灣能夠說故事 所以為了我們會很積極的支持大家說故事 所以我們也建立了故事後勤 像佛家文化記憶庫 跟台灣世衛流行故良的故事後勤 以及影視基地跟濫厚基地 我想還有更多的後勤 會來支持讓人家說故事 那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有 國家的質疑國化傳播政策 所以我提出陸海公司在軍企劃 陸軍就是我的策略 壯大大戰的揚潮 那海軍就是我們工美集團 工美工廣交平台要壯大戰 那這個空軍就是我們的OTD 我們的廣陸地來 台灣的平台也要壯大 那陸海公司在聽建立我們 從在地之發 越在地越有期的台灣化傳播政策 所以我常說歷史是 不是一個人往前走 100部是100人往前走 但文化部會在後面支持大家 希望在以後千人萬人一起 新手往前走 創造台灣的文化內容產業 成為台灣新的文化潮流 也成為亞洲國際的精心潮流 謝謝七十六號原子 感謝大家新手往前走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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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